而换个心情来看到 今天是父亲节 也祝线上的所有朋友 父亲节快乐 不过今年的父亲节 在政坛可以说是很多政治人物 也要趁势行销自己爸爸 或者是干爹的人设了 我们带你看到呢 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从访美行程回来之后 今天马不停停呢 就举办了他的新书发表会 而新书的书名呢 也是这个父亲节的梗 说郭爸爸写给年轻人的 三十则备忘录 而且今天的新书发表会 非常的特别 他邀请所有的郭粉 或者是书友们 四十岁以下可以入场 据说这个现场的座位 立刻就秒杀一空了 而我们今天的记者呢 也实际到现场观察 看得出来郭台铭呢 是打出了父亲牌 所以呢他的神秘嘉宾 两位女儿 还有他的太太曾馨仪 都一起恋美出席 穿粉色的这个衬衫呢 有什么样的含义吗 夫妻两有搭配身穿的粉色衬衫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举办新书发表会 要写给年轻人的备忘录 相关用语也要年轻化 这本书如果出好了 我们可以出第二期或第三期 我说我们又不是蜘蛛人 一起一起的 台下笑声一片 但郭董似乎 内建麦克风 太紧张了 太紧张小出贼要化身为郭爸爸 选在父亲节出新书 而神秘嘉宾是两位女儿 当场把郭台铭惹哭了 这声音喊的正是郭董想听见的 因为三年前要选总统 竞选步骤也是先出书 只是下一步是否独立参选 原以为会挺郭到底的议长谢点玲 公开表态不支持 地方势力是否有变数 国民党的中常委政任中也到场 而郭台铭参选建在弦上 将准备连办十场的大型造势活动 首站选择屏东 而八月下旬将前往南投 而郭台铭也要展现外交实力 章与日前首相麻生太郎会面了 只是出版新书讲出这句话 是否说给自己听 各自解读 台湾有句话 人要让他们听 TVB的新闻洪富豪年轩 台北超不到 刚看到的是郭台铭呢 每逢选举似乎都会出书 而且这一次呢 采用的是郭爸爸的这样的人寿 很多年轻朋友 网路哥你都会叫他干爹 不过我们今天现场请到 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父亲了 我们政治一点名 启明哥来到现场 新华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要先谢谢启明哥 今天父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大家 把小朋友放到家里 陪大家一同来透视政治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呢 其实今天出的新书 启明哥是不是有拿到郭董 热腾腾的新书 热腾腾的新书 就是这本就是在今天下午的 郭董的新书发表会 相信启明哥刚刚已经在 近篷前已经先翻过一遍了 不晓得里面呢 有给年轻人的30段话之外 有没有一些郭董的参选密码呢 我是帮大家 因为很多人把郭董当成干爹嘛 就是干爹出书 又是在父亲节这一天 所以我拿到以后马上看 你刚才提到有没有密码 没有密码可是有套路 这个套路就是郭董的选举套路 其实在三年前 郭董那时候有意要参选的时候 他就拿出了一本新书 就出了一本新书 叫从郭董到果冻 他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温馨 或是比较一个柔性的一些诉求 然后借由一些小故事 来表达他的一些参选的概念 同样在今年又出了这本新书 给年轻人的三十则的这个备忘录 其实里面的内容 当然就是他的一些从商 从商的一些经历 然后他的一些对自己的一些座右铭 或者一些小故事对自己的一些鼓励 他把这些经验提供给年轻人 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是走一个比较跟年轻人 有一个交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当然我刚才提到就是 这是他的选举套路 这是第一步有出新书 接下来还有一个独家讯息 他要连办十场造势活动 这已经确认是造势两个字吗 因为就我自己的了解 郭总先前很多什么政策啊 下乡啊 请义真的是造势吗 他用的名称是主流民意大联盟造势活动 就已经有造势这两个字已经提出来了 第一场就在明天会在屏东 然后接下来还会在苗栗 然后因为要连办十场 目前我掌握的讯息就是屏东跟苗栗 接下来可能还是全台走透透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选台东 第二个选苗栗 这个都是对他相对友好的地方势力 他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帮忙 所以第一个就是选在屏东 那大家就想说 又是新书 又是这个连十场的造势活动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提出一个时辰 就是9月17号 9月17号这个时间是什么 就是他是不是要准备进行 所谓的独立参选的联署 因为郭董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 也提到是说他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这个重大宣布会是什么 他卖了一个关子 我们当然也没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判断 可是合理推估是不是要进行相关的联署 就是一个参选的一个动作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前几天其实郭董办公室 有跟媒体有进行一场查序 那这个查序里面他有提出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他郭董从美国回来之后 就会全力推动主流民意大联盟 这是他出国之前所推动的一个诉求 另外一个他也会强力推动所谓的独立参选的联署 是 景明哥那这个联署是不是有一个时间点 然后联署到多少才有这个选举的正当性 以前也有其他候选人联署过吗 联署的时程大概是从9月17号 是最后的一个登记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他就可以有一段时间 可以让他进行联署 一直可以进行到11月2号 那个门槛大约是29万 29万其实对郭董来说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鸿海员工可能就不止29万人 之前像包括宋楚瑜啊 一些独立参选人都有进行这样的联署 所以这个规定不是第一次 以前就是这样子的规定 那宋楚瑜的标准在哪 宋楚瑜的多少联署数 我可能还需要再去查 不过看起来郭董要超过这个联署的 这样子一个门槛并不困难 郭董目前这样子一个实力 跟地方的一些影响力 不过联署不困难 可是他联署还是会遇到一些难题 马上就要遇到的 因为按照我们中选会的规定 我们要进行独立参选的联署 必须在联署书上 就要公布你的副手人选 哇那这样的人选已经浮上台面吗 还是郭董自己有没有什么条件 心有所属 其实你看从今天8月8号到9月17号 大概就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 他要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要找到他的副手人选 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尤其如果他真的要独立参选 他的副手人选是非常重要 对他有一些加分上的一些作用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在我时辰来说 他必须要很密集的 很积极的去找他的副手人选 那副手当然就要跟他进行一些 人设的一些互补 所以目前传出来 是不是女性 是不是男部 是不是本土 有这三个条件 只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浮出这样的一个人选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郭董要找副手 我猜他一定有在找 可是就是还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到目前为止 他如果真的要独立参选 要进行连署 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 确实就像启明哥所说的 看来现在郭董的副手呢 条件已经开出来了 女性男部并且是要是本土派的 线上的朋友会想到谁吗 也欢迎线上朋友留言告诉我们 那么其实呢 刚刚这个启明哥讲的内幕 大家也是很有感哦 但是为什么都是一片恭喜科匹 恭喜赖清德 或许很多这个线上有一些朋友 也是比较泛蓝的选民 希望就是心中有其他的期待吧 然后就Williamson说民进党很乐意帮忙 郭台铭连署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的朋友的概念 大家都是这样的判断 确实哦确实哦 那无人机长就说 到底要漂漂亮说猜是女性优先 确实 应该还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考量 确实 平权的时代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郭董不管是他们有跟 郭伴有跟这个媒体人密会啦 然后接下来呢 十多场的造势大会 看起来布局好了 可是其实呢 选举讲究的就是组织战咯 那传出这也是郭董的困境吗 对 因为郭董他目前被认为 外界认为他动作频频 他掌握了两个能力 第一个就是超能力 第二个就是地方势力 地方势力对他的支持 所以造成郭台铭觉得他有这样的能力去投入所谓的大选 当然他还没有宣布啦 不过他这个动作是相当的密集跟积极 不过这些地方势力到底稳不稳固 其实还是一个观察点 同样的观察点就是郭董要进行独立参选的联署 这些人会不会一起陪他一路走下去 战到底 其实一个很大的关键 如果郭董用独立参选的方式来进行联署 这对于原本挺郭的这些地方势力的这些 尤其是议长 他们本来想打擦边球 那因为他要独立参选打擦边球的这个模糊地带很可能就会消失 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 因为你要进行联署你要帮他 那这个动作国民党势必就会用党计来处理 你要继续挺郭 你可能就要离开国民党 好 你离开国民党这是你个人的一个抉择 可是他们还有一个政治前途的盘算 就是三年之后他们还要不要选议长 对 如果他们要选议长 他们一定要跟地方势力做一个结合 可是这些原本国民党出身的地方议长 他们跟民进党不熟悉 跟民众党也不熟悉 最后是不是还是要回来找国民党 那如果你在这一次挺郭台铭的这样一个动作 你跟国民党撕破脸了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会不会投资太大 对 我觉得今天谢点灵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传神 他说赢大家都会想要参与 输大家都不会想要参与 可是这也反映出地方势力跟郭台铭之间的合作 其实还是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个考量 这非常非常的现实 确实如果独立参选的话 这样子怎么面对国民党的党级处理 未来的政治生命还能不能存续 这也是地方议长需要考量的一个点 所以谢点灵虽然退党了 所以才会有像齐明哥刚刚所说的 这个输跟赢的区别可是很大的 谢点灵也说不支持独立参选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柯文哲本来大家都期待了 823炮战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日子 这个泛兰的三巨头 郭台铭 柯文哲 侯友宜 可能都会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金门巨首 可是据说柯文哲不去了 这是为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吗 823本来会是一场政治大秀 政治大戏 我们记者都已经提前部署 包括记者都会提前几天 可能就要到金门 因为听说郭董可能是22号 甚至21号就会去金门 而不是23号 那因为本来传出23号那天 包括侯友宜 包括柯文哲 包括郭台铭都会去 所以这大家都变成一个 瞩目的一个焦点 再加上郭董 所谓的两岸和平宣言 就是在金门 他做一个这样子的宣布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 可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柯文哲不去了 对他明确的表达他不去 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原本这个活动是金门 对柯文哲来说 是民众党的金门县党部 邀请柯文哲 他那时候还在评估 到底要不要去 结果这个消息 就被国民党籍的 陈玉珍委员公布出来 因为柯文哲他们还在评估 还没有确定要去 结果陈玉珍说出来 让外界觉得 是不是柯文哲已经确定要去了 那这对于柯文哲来说 其实造成一些很大的 造成一些困扰 再加上最近有一些所谓的风向 所谓的蓝白 和或是一些郭柯配 这些消息 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困扰 他们就评估是说这些风声 这些政治上的一些传言 可能会造成这场823的造势活动 变成一场作秀 政治大秀 那他们不想整个焦点被模糊 所以他们就决定不去 不过他们也觉得 823活动的确是要纪念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纪念 然后金门也很重要 他们之后才会再去金门 这又回到了一个所谓的 在野整合的一个话题 因为民众党最近内部 在这一个礼拜就有密集在讨论 是说尤其是跟郭台铭之间的一些合作 这样的一个话题 柯文哲就觉得说 他觉得民众党的立场 就是要团结一切的力量 来进行相关的整合 他们不排除这样的概念 可是他们觉得 他们也不想被其他阵营牵着鼻子走 那其中他们就很明确的讲出来 所谓的郭柯和郭柯配 绝对不会是民众党的选项 另外他们还提到一点 在最近两个礼拜 柯文哲有特别传达 让基层知道 就是他们地方开会的时候 让基层知道是说 柯文哲绝对会选到底 绝对会选到底 而且这个讯息 他们也会明确表达给郭台铭阵营 他们希望郭台铭阵营 能够尊重他们坚持选到底 这样的一个选择 确实 刚刚启明哥提到 其实民众党还有柯文哲已经定调了 我柯文哲一定选到底 而且郭柯配不可能 我柯文哲就是要当主将 选总统的人才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民众党在出招 据说不止国民党有内参民调 民众党也有内参民调吗 而据说我自己个人观察 我觉得很多政党的内参民调 其实是不是用来外参呢 你有内参民调 我也有内参民调 所以在今天 民众党就公布了他们的内参民调 他们的数字很特别 就是赖跟柯之间都是超过30% 两方的差距只有2% 而且都是呈现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另外侯友宜则是不到20% 然后是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 那民众党这个动作 当然有两个方向可以观察 第一个他很明显是在呛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有一个超科敢猴的 超科敢赖的这样的一个内参民调 让外界觉得还蛮特别的 可是国民党并没有公布 这份民调的详细数字 而另一方面是不是要对郭台铭进行喊话 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民调 很特别他只做郭柯配而且会赢 那民众党当然公布这份民调 内参的民调 其实他还是要传达一个讯息是说 我不用跟谁搭配 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参选 我其实就跟赖清德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而且很可能会赢 所以是不是也跟郭台铭喊话 回到之前的那个 我们该内部讨论的那个说法 郭柯配不是一个选项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那民众党还强调 这个数字他们会公布 国民党没有公布 民众党说下个礼拜在适当的时机 他们会把详细数字 这个所谓的内参民调 30%差距2%的这样的民调数字 会明确的公布给大众 让大家去参考里面的一些数字 解读里面的含义 确实哦 所以请民哥看得出来呢 民众党对自己的内参民调 感觉颇有信心哦 要公布详细数字 还有他们的研究方法 还有他们的这个调查的母体 到底是多少 所以看得出来呢 选到底这样的态势 搭配这个内参民调的策略 应该是不是柯文哲 会继续站下去了 目前是这样的态度 对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老李就说 很像这个趋势 很像TVBS的民调 但是我们的TVBS民调呢 是透明公开 而且都是接金融 数字有一些差距 跟他这个内参是不太一样 我们大概好像是33 对其实有点差不多 这个还蛮专业的 对老刘很专业 但是我们其实TVBS民调都是 有按照这个统计研究方法进行抽样的 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呈现民意的风向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所有的研究方法 跟一些参数都会公开出来 确实哦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都在说 接下来呢就是柯文哲 是不是被郭台铭的回马枪吓到老楼 就是说上回的海市山谋 有这个对他们说是个阴影啦 对民众党来说 所以是一个评估跟一个决定 要不要跟郭台铭有后续动作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确实哦 不过今天呢 今天这个内参民调也掀起了 蓝营人士的很高度的关注了 而究竟内参民调 民众党接下来公布之后 会不会让整个非绿联盟 整个结盟的板块出现变化呢 值得观察 来看报道 节目中主动释放讯息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不受各种纷扰影响 内部民调持续走强 要杜绝所有整合谣言 柯跟赖还是在这个量子纠缠 不管是在所谓年轻的选民 跟知识选民这一段 民众党跟柯文哲这边 是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存在的 强调有所本 民调时间就在7月31到8月5号 柯文哲跟上一次比 支持度在攀升持续破三成 赖清德也上升超过三成 两人相差约两个百分点 至于侯友宜 上一次18.5% 这一次依旧没破两成 而且还往下滑 跟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讲侯友宜超科感赖差很大 柯文哲怎样都没理由 屈居副手甚至退选 等着当隔魁 他其实有背负 越来越多选民的期待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底气 决定要参选到底 在野最有实力的 真的就是在柯文哲这边 抛出最新数字当筹码 要蓝营在总统追局 别再打算盘 不过立委选战 似乎有合作空间 像是新北五股卢州 国民党还没派人选 传出民众党可能推进办新发言人李友宜参战 台中第一选区已经有蔡壁如 蓝宜也还没人选 而台北南松山信义跟大安 柯文哲名奖不会去抢许巧新 跟罗志强的选票 我一定是支持侯友宜 但是我跟柯文哲算是在议会 有四年的共事的经验 我觉得他还蛮能听意见的 罗志强不掩饰直夸柯文哲 在民众党内参民调公布 柯文哲形势比人强之下 男一小鸡嘴上喊挺喉 却也继续加码有科 TVBS新闻话上频道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